最近对于台湾安全最重要的谈话 就是美军的印太司令戴维森 他在美国听证会的表示 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 他在整个听证会里面讲得非常白 他说当中国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打开窗帘 他就会看到美国跟他的盟友 在西太平洋团结起来 确保介入这个区域的能力 中国只能摸摸鼻子 决定不要招惹这群人 然后他就要把窗帘拉开 不要惹事 你知道这就是我们 也就是这是美军达到的目标 我们刚刚上段特别谈到 今天戴维森对于整个低岛链 对于西太平洋 我不是只有防御 我不是只有近代中国的这个攻击 我是要保持威吓的力量 当中国把窗帘打开 看看美军要把窗帘关上 但日本他却注意到了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讯息 而这个跟台湾安全也至关重要 因为之前就谈到是 如果今天碰到中国攻击 美军要从西海岸进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他要花三个礼拜的时间 预估是二十二天的时间 这二十二天的时间 我怎么样防止中国的军队登上陆地 我怎么样来阻绝他 这个时刻戴维森居然表达说 他们依赖的是谁 依赖的是日本自卫队 而且他特别强调日本的自卫队 对这个地区还有同盟国地域的安全 是老朋友看死活的重要 什么死活的重要就是 日本是该地区第一盟友 他对该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 也就是日本已经不是自卫队了 他已经不是所谓的防卫省了 当如果第一岛列有事 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第一个十元的国家 可能不是美国而是日本 正好 我觉得戴维森的话越看 越把他的战略清晰化了 昨天我们看到台湾媒体 只注意到戴维森讲 中国有可能在六年的时间 他要进攻台湾 可是你细看 他整个台湾的内容 他第一个就是 我要保持攻击的能力 也就是我是一个球队的教练 我绝对不是指手不攻 我要有进攻的能力 所以我要让中国打开窗帘的时候 看到我们防卫的决心 再把窗帘关上 另外一段是 居然谈到的是日本 原来日本的军力 是第一岛列最重要的军力 没有错 戴维森在形容日本的军力 在第一岛列有多重要的时候 他用的是 叫做至关重要 日本人把它翻译成死活的重要 这就是个片语 就是他就是最关键最关键的那个因素 他是用这样的词来形容的 为什么他很简单 他其实在被参议员问到说 如果今天东亚有变的时候怎么办 他就坦然说 如果从西海岸 美国西海岸过来21天 从近一点的阿拉斯加过来17天 意思是不可能靠西海岸军力 跟阿拉斯加军力 这个时候他就说 这时候边场莫及 边场莫及 所以他直接就说 日本是美国在该地区 就整个东亚第一盟友 他用第一盟友来形容 然后日本的军事实量 军事力量至关重要 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日本具有两栖能力 有战斗能力 他有战斗机 有海上巡逢机 他完全就是一个黄皮肤的美军 这其实就是他整段话的意思 他其实没有讲那么白 可他讲白的意思是什么东西 对美国来说 他早就有计划的 把那个号称指挥防守的日本支援队 有计划的手把手 从你的战术 从你的战略 从你的武器 全部把你晃装成一个黄皮肤的美军 这才是反手围攻了 这才是一个反手围攻状况 你看他在里面特别强调 日本具有两栖能力 对不对 他怎么那么相信日本的两栖能力 你要知道日本的水陆机动团 是2018年4月7号成立 对不对 他怎么敢相信 才成立两年左右 他怎么敢相信很简单 我回去爬梳了日本水陆机动团 所有的训练跟成立过程 根本就是美军在教他们的 2016年那个时候美军海军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司令 公开受访就说 我美军正在帮日本处理两栖作战能力 然后他认为日本2018年可以初始作战 你看有没有预言成功 2018年是不是就成立了 对 2023年具有完全作战能力 他那时候又有提叫做完全作战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2020年2月18 他们第一次美军跟日本在做日本的水陆机动团 在冲绳做两栖登陆的那个画面 包含一开始的水牛气垫船 包含日本的智慧队从飞机上一个个跳伞的画面 包含他们登陆之后把海马斯火箭刀推过来 全部都是美规 甚至连日本现在用的余音直升机 全部都是美规 所以你看这个两栖登陆船作战 它是一半 你看一半是美国人 一半是日本人 他们在协助做这两栖作战能力的登陆 所以今天戴维是完全清楚 现在日本的能力在哪里 而且除了智慧队的军事信念之外 美国为什么对日本那么有信心 很简单 日本从硬体跟军力的布置 已经可以足以牢牢的把中国锁死在第一岛链 锁死 很简单 我们就之前跟大家讲过 从这个种子岛 沃尔岛 野美大岛 冲绳本岛 宫古岛 还有这个乙纳国岛 还有到台湾 这一系列的西南諸域 日本做了几件事 第一个西南諸域 它把所谓的地对舰飞弹 还有电子部队 分别交叉在这些西南諸域上面 所以换句话说 我这些东西等于都是一个固定的航空母舰 就在这边 所以你中国所有 不管你的船舰 你的飞机 你只要从这个台湾跟中国 日本中间 你想要飞过去 你根本不可能逃过日本人的眼睛 为什么逃不过 很简单 我除了我刚刚谈的固定式 它移动式的也在 比如说有个叫做安逸号 叫做音响测定舰 安逸号它有个特殊 它只要定在这边 方圆百里内 都是它监听的范围内 你冷战结束后 你没有必要满山满果 去寻找苏联的航空母舰 苏联的盒子东西潜舰 没有用武之地 可是你看 当这样的岛屿诸岛 你设定战略目标 是把中国锁在这边的时候 你安逸号类似的战舰 你只要东摆一个 西摆一个 只要一次把它摆完之后 这东西除了岛上的侦测之外 你整个水面的海峡 也全部都侦测到了 好那你说安逸号是看得到 现在日本连隐形战机都出了 隐形战机 比如说熊野号 熊野号就是我们去年 跟大家介绍 刚下水的隐形战机 它除了有逆中的功能之外 最重要的什么是它反潜 它也是在封锁中国出入 第一岛链最核心的东西嘛 而且日本不是只有一艘 我们以为熊野号只有一艘 结果没有 它2020年11月才下水熊野号 对不对 2021年3月3号刚刚又下水一艘 所以未来日本要建10艘 这样等级的状况 你想想看 当日本 这个熊野号很厉害吗 熊野号很厉害 第一个 你先想 当日本有10艘在整个西南出雨 做隐形式的布置跟隐形式的巡航的时候 它下面会配备所谓的无人潜舰 跟无人快艇 全部做什么 做反潜之用 所以等于是熊野号出去 整个熊野号外围几十公里 都是它征收的范围内 而且它还可以去攻击能力 所以它等于是查打一体 看这个云直升机 云直升机它已经设定范围了 如果你从佐贺机场 你1000公里两个小时 就可以到钓鱼台 换句话说在钓鱼台 中间所有岛屿的食物 粮食 甚至是运兵 鱼鹰直升机 全部都可以协助 这是谁给日本的 也是美规的 就是美国现在海军陆战队 唯一标配 叫做鱼鹰直升机 我除了刚刚讲 那种岛屿的布置 水面上布置 甚至连武器上布置 美国都是 我最好的全部给日本 很简单吧 现在日本的主艺战机是F-16吗 不是 日本主艺战机是F-35 很简单 因为美国要求日本 把夾鹤号跟处鹿号 两个直升机航母 全部改造为真正的航母 我以后我不只起降直升机 我还起降什么 起降F-35吗 所以美国等于把最好的软体 最好的硬体 一股脑的给日本 难怪戴维斯要相信吧 难怪戴维斯 其实主观他 他也认为 这些日本人就是黄皮肤的美军 而且他们下一代的战机 已经在进行了 重点是他们下一代战机 日本本身就有其技术优势 所以你看到日本 这是他们下一代的战机 这么漂亮 其实就是第六代战机 第六代战机 最后会不会长这样 不知道 但是他有几个非常非常特殊功能 第一个具有无人选项 第二个他给载弹量更大 第三个他以型效果更好 第四个他的速度 比第五代F-35更快 结果你看包含三菱重工 洛克希德马丁 负责提供技术协力 所以这些事情也表示 是美国也在全力协助日本 开发第六代战机 所以整个事情回过来看戴维森所说的 他为什么相信日本很简单 因为日本等于是美军一路抗大的小朋友 他等于是从日本之类的从只有防守能力 一路具有实战能力 所以今天戴维森讲的没错 日本是该地区的唯一盟友 而且对于整个东亚地区至关重要 好董事长 你知道美国的区域校一定要念 克劳塞维森的战争论 战争论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攻击攻击再攻击 绝对没有防守 就算是防守 也是小面积的攻击形成的一个防御网 今天戴维森讲的 今天我是球队教练 我绝对不止守 不守 我一定要反攻 我才可以打赢这场的球赛 才能讲到 好 现在日本我们没有想到 日本在整个美军的布局里面 至关重要 原来如果真的台湾有事的话 美国鞭长莫及 来到最快的 竟然是日本 而且日本现在对中国 还有打击能力 这个还不得了 他们现在花274亿美金 要去建构第一岛链 对的 克劳塞维森还有讲一句话 在两军交战之中 最重要的 是要能够捕捉敌军的战力 战力 捕捉敌军战力 捕捉敌军战力 最重要 我现在讲这句话 什么叫做敌军的战力 目前解放军跟这个美军 在太平洋的落差在什么地方 在一千两百五十颗飞弹 对不对 对 所以戴维森现在这个讲法 整个逻辑就是从这一千 两百五十颗飞弹 中型导弹的落后开始谈起 所以他今天的布局的整个的东西 他要干什么 他要划手为攻 对不对 对 要攻什么东西 攻什么 攻高价值的这个战略资产 对不对 什么东西 就是那一千两百五十个飞弹 对 他如果不能把那一千两百五十个飞弹 自助的押注 那这个整个布局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所以他整个的发展的后续未来的两百七十几亿美金 加上日军在投入的经费 然后构成所谓的西太平洋的一个叫做反介入 区域巨址的一个整个大的一个战略网 封锁网 包括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 其中的最助长最助长目标就是让你的海军不能出来 让你的飞弹射不出来对不对 这个这个才是他主要目的 你说现在印太的策略是让中国海军出不了船 出不了港 让你的飞弹离不了坑 日本发展什么 极音速导弹 极音速导弹是干什么 当你的飞弹开始有动静的时候 我就把你打掉了 我就把你打掉了 他在第一时间把你打掉了 那台湾他这个作战的目标是什么 是美军跟共军在太平洋决战 不是在保卫台湾 那这时候来讲的话 日本在这整个决战的王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地位 对 对不对 他是攻击者 当然是攻击地位 为什么 他不但是盟友以外 同时也是美国要保护的 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支撑 对 投入太多钱在那里 那所以这保护日本 或日本的军队跟日本的国家 这个是美军的一个主要目标 就一直延伸到 从西太平洋南海 到马六甲海峡 全线的防卫 所以一岛链二岛链才形成这个战略 所以他现在讲的这个意思 我认为在未来的几年内 他就会完成这个部署 那这个时候的解放军就必然落后 因为解放军现在有装备 是十年前的科技 然后他会动弹不得 然后现在你共军 现在日军跟美军 未来发展的导弹 是什么导弹 是未来型的导弹 未来的飞机是未来型的飞机 都第六代的飞机 海空就是空海一体作战能力 包括卫星等等 那已经技术上超强超强了 所以他还有把握说 让你窗帘都打开 就摸摸鼻子回去 因为输定了 那台湾这时候在里面 刚好被在第一岛电里面 扮演的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是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有可能是被攻击的 第一个被攻击角色 因为他一定就是先攻击台湾 最有正当性 然后所以他估计说六年内 会攻打台湾对不对 但是相对的 他也就是要跟参议院在六年内 要完成整个让你无法攻打 第一 突破第一岛电的部署 对 所以他这个时间很计算 并不是他算说 解放军是什么动机 是你赤重是要给他 他要的预算 两百七十亿的预算 是要在这几年之内 完成所有的整个A2AD的一个攻击网 所以整个概念加起来的话 台湾刚好在这里面扮演角色 台湾也可以扮演攻击角色 也可以扮演防御角色 但是整个来讲的话 他主要目标 还是我回到我刚刚讲的 就让解放军在西太平洋 所有部署的空优跟海优 在一夜之间完全不能动弹 现在主要目的 好 没有想到美国印太司令的这个策略 台湾是最有可能被攻击的目标 现在的印太策略 第一岛电居然要保护台湾 他特别想调 敌军的有力量 不可以上路 当敌军的力量要上路的时候 美军要花十七天到二十二天 我边场莫及 所以我需要谁 我需要美国 我需要日本的这个力量 还有一个就是在空中 台湾竟然已经加入美国的空军的空中防御系统了 对 抱歉 事实上戴维森有接受美国这个参议员问他说 未来台湾的状况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未来印太司令部会直接来参与 或是给台湾的汉光演习 直接建议 直接建议 他直接说 他会说直接给建议 科目他们都会给建议怎么作战 他会派人来直接就指导 他直接说得非常明白 想这么白 同时他也说什么 他说未来他们会跟台湾 协同说未来可能要军售给台湾什么东西 未来要加强台湾的武力的这个发展 所以这个讲完之后 我们今天国防部就说了 我们会跟美军严厉所谓建立共同作战环境 也就是说美军都这样说了 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说 那为什么这样 其实我们在讲 中国到第一个攻击的时候 他有可能用所谓导弹 包括说东风100 东风21 东风17 这些都是针对着 整个第一导链跟第二导链 所以空中环境是相当重要 那台湾 我们台湾对空中环境 我们到底能够建立这些东西吗 当然没有这些东西 这一定要美国来帮我们建立 这些包括什么 导弹 飞机 无人机 这些攻击台湾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反制 我们这些 我们需要美国在 这个3D立体的 这些所谓相关的资源 所以未来我们会跟美国 我们加入美国的空中 还有飞弹的防御系统里面 变成是其中的一员 所以未来有时候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是也要发展 相关的这个飞弹吗 所以有可能是怎样 到时候真的 中国到发起攻击 我们也收到讯号 搞不好我们也要发动 同时间的攻击 所以说台湾的飞弹攻击 搞不好那个指挥权 也是在美国手上 对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知道事实上 现在整个美国的这个 它整个空中防御系统里面 包括飞导弹的发射 包括海基的反制 包括陆基的反制 所以他们现在不是建议吗 在关岛第二岛链 要建立所谓大量的防空系统 所以现在美国它是 针对你第一级的可能的导弹 它要先做相关的防徽 跟相关的防护 所以事实上 我们还讲到一个重点 为什么我们最近不是讲到说 美国好像对我们的保密防碟 越来越重视吗 因为第一个 我们刚才不是讲 我们要建立所谓三 这个所谓三D立体的 这种空中的这个系统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年要去参加一个 台美之间的一个军途会议 军途会议 军途会议是什么 军途会议我们要进入美国 一个非常神秘的单位 叫做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这个东西 保险姐 这个是非常 美国目前最机密的一个单位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对 那这个单位 保险姐 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没有人知道它的预算是多少 因为它的预算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我们进去这里面要做什么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把现阶段 所有美国能够掌握所有图资 都掌握之后 它可以甚至绘成一个图 就直接给你 那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看 因为最近刚好美国的媒体 接受到他们的访问之后 进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里面去 你看 这就是美国空间 地理空间情报局的总部 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里面来说 你看 他们直接 他们拍到什么的 他们直接拍到这个大 他们在看这个中国大陆南海岛礁上面的建设 南海岛礁建设 他就直接这样子 他这个建设出来 他直接标出来 他们这个建筑物是什么 这个建筑物是什么 这个建筑物是什么 什么各式各样 他直接给你判断的非常清楚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你在哪里有地下淡水的储水槽 储水槽 储油槽 包括你的跑道武器的储存 他都讲得很清楚 对 为什么他收集这些资讯呢 因为到时候攻击的时候 你是划成一个 保险那攻击的时候 如果你飞弹要瞄准的时候 你要给他一个坐标 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 他们要划成一些讯息 搞不好这些都可以 卡成这个代码 他们就直接攻击过 所以他们就 你看他们用很大量的 包括说上面的卫星 各式各样的资料 完全把它数据数据化 这些图子也可以给台湾了 对 这些空间讯息 全部都给你 好 那到底这个 这个单位多厉害 我们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当初宾拉登 这个单位一炮而喉 就是因为他们猎杀宾拉登 保险那事实上 这些美国的海报图区 要进去猎杀宾拉登的时候 他们就做了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把他们的房间 还有附近的所有的 这个碉堡 全部都做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能做到那么清楚 因为美国的地理 这些这个地理情报局 已经把他附近的图资 完全都建立好 甚至高度多少 哪里有什么小地方 所以他们在整个 模拟这个作战的时候 可以模拟得非常非常的确切 所以一攻击进去的时候 马上一击就成功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保险 这是针对所谓的 这个所谓突击队 未来不需要 未来是无人机 无人机的时候 你要怎么下给他命令 你不能够说 我去打你刘宝洁这个 不是 你要下给他一些坐标 一些坐标 这个坐标有可能是3D立体的坐标 你怎么去标定他 所以你就必须要给他一些 相关的数字化讯息进到这里面去 所以我要给你突资 对 突资还有一些数字的讯息 所以这个地理 国家地理情报局 就变成是未来美国在发展 所谓无人战斗能力 或甚至未来的新形态战斗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 也是 现在美国 我们在高科技上跟台湾合作 我们现在在重要局势上 也跟台湾合作 如果台湾你开一个后门 被中国拿去 我不就白完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3月10号 我们相关的人士 要去抓那些 包括说这个中国 大概有两家公司 来这边设这个 我们相关的这个盗取 我们或是可能疑似 有利用我们人才 这些的状况 老实用跟他讲 事实上我们在3月3号的时候 其实当天还有一场更重要会 只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当天是有什么 这个我们的这个法务部长 还有包括美国美光的公司 他们要拍一个纪录片 叫做不能够偷的秘密 这个秘密是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美光过去 被这个偷的秘密的时候 造成美光的损失 还有这些这个 偷泄密的人的下场是怎样 你知道这个影片公布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除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检察中长 有去来说的话 高检署的检察长也去 调查局局长也去 然后我们的智慧财产局的局长也去 一个会议一个影片这么多人 然后业界有什么 台积电有人去美光康宁 台湾默克日归月光伴 然后李鸿达电 友达微软还有中时化 金元光一大堆都去 所以显然这所有公司的法务 主委都去了 非常重要的影片 他就直接告诉你 美国未来他是告诉你什么 美国未来会非常重视你 台湾的保密房地 不只在产业上面 甚至我们未来 如果军事合作的时候 这些机密绝对不能够流出去 好 刚才讲到的 现在印太司令部是什么 3D立体的来对付中国 而且台湾我也加入 你刚刚讲 那个空间图资的一个单位 有的是从空中的卫星 对所有的区域 掌握得非常清楚 你现在在看一本书 一本新书 知道雷根时代 原来雷根上任了以后 才发现美国挡不了 苏联的飞弹 美国唯一能够做事 当苏联攻击我了以后 我把你苏联给打垮 打死了 这是我们进行恐怖平衡 所以美国从那个时候开始 去建立了这个 我的预先的防御系统 不是说 就是这一本 意外的和平 简单讲 在他完全讲 这个苏联的解体 然后发生在美国 总统任内 因为雷根是非常反苏的 他在选举之前就反苏 所以当时苏联的政治局的人 都认为雷根是好 雷根是好弹分子 但雷根之前听到所有的国安报告 都跟你讲说没有问题 苏联如果先发动攻击 美国有办法 有办法 那当了总统以后 我就要听报告啊 他就听了报告 什么办法 苏联如果先发动核子攻击 美国保证也可以回击 那结果是什么 你挡得 其实第一集挡不了 一起互相 保证互相毁灭嘛 雷根就想不对啊 保证互相免会 那个互相毁灭 几十一人就没了 苏联也没了 美国也没了 互相毁灭里面还有什么 欧洲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雷根就想想不对啊 这样子不对啊 应该要保证 苏联不敢发动第一波攻击 所以雷根很好战 可是雷根的头脑其实很清楚 所以他后来想出一个什么东西 雷射 星战计划 星战计划是个 是下面一个中将 跟他讲的一个构想 还没有实验 雷根就干了 苏联知不知道说 这次可能是个骗局 知道 可是苏联怕说 那个空中柔格 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你再拿回来看现在 现在的世界 因为苏联已经解体很久了 去年 中国跟现在的苏俄 也在联合国联手干了一件事情 他要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 做什么事情 禁止太空军备竞赛 中国跟苏俄俄国联手 对谁啊 就对美国啊 那美国又要来了吗 又要搞太空军备吗 中国跟苏联 能不能不跟进 因为旧苏联 我要解 新战计划是导火线 所以这个世界非常有趣 我不晓得 但是很有趣的是说 有一些历史轨迹 在冷战时候发生过的事情 在现在的中美对抗的架构之下 或中美静和关心之下 他会不会重新演一次 给我们大家看 那另外就是 我们看到了美国 美国我要去防止中国 所以我弄了一个四方会谈 美国 日本 印度跟澳洲 本来有个国家 刀切豆腐两面光 在中间游移 就没有想到 这个国家 韩国 他们现在透过文在寅的幕僚 表示说 韩国也要加入 这个四方联盟 先讲一下韩国 去年 就在去年的十月 六号还八号吧 旁边有当时还是美国国务卿 到日本访问 那一次去 其实就是四方会谈 双手 双手掌 包括连国防部长都会有 好 可是当时 当时呢 蓬佩奥这边 美国实际是邀请文在寅 派人参加 被拒绝 十月而已 去年十月而已 韩国拒绝 对 他不派人 他不派人 可是 现在三月 四方会谈 双手掌会又要开始举行了 上次拒绝了 蓬佩奥 那文在寅 韩国总统 文在寅这次嘛 他是透过他的一个亲信物理 韩国首尔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是他的政策委员会的一个委员 他投书国会 国会山庄报 说 南韩啊 文在寅 希望有个机会 重新加入什么 四方会谈 这四方的一个讯息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 美国的局势 重新改变 那在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韩国的利益 如果是在川普时代那样子的对抗方式 文在寅认为对他没有好处 可是拜登的做法 或者是他现在拜登团队的做法 让他重新思考 他是不是应该要加进来 他不要在这个地方缺席 好问题来了 那么 那么拜登的团队 他们对南韩有多少信任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南韩呢 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所以你说南韩现在在压力 他开始要选边了 所以他做了一个 因为他讲白了 如果你今天说 你要加入四方联盟 那摆明就是 你要跟中国做对了 因为这里面发生几件事情 第一个 在川普时代 川普其实很有名的一件事情 他刚刚总统的时候 他就 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因为南韩赚了美国很多钱 还有 他觉得南韩的军会分摊很少 那时候南韩跟他跟文在寅谈 两边谈的时候 文在寅说 那我提高到十亿美金 川普要多少 五十亿美金 他要五倍 文在寅也不理他 可是这一次呢 直接加啦 当然不知道川普那个价格 还有第二个事情 我们刚才在讲的 那个营业密保护 你知道 南韩有两个公司深受其害 一个是三星 一个是KIA 一个是汽车 一个是面板 你知道三星的面板 在十几年前 是独霸世界 台湾的两只老虎 加起来比打不过南韩 三星 还有LG 那个时候拿到什么中国 现在是什么 中国京东方的天下 你知道 美国有个统计 中国京东方提出来的 那个有关于相关的 那个专利申请 居然后面 有很多是南韩的工程师做的 所以你知道 南韩对台湾 中国对台湾做的事情 在南韩一样复制 一样做 挖三星 有一个前一阵子 这个京东方通过了 那个苹果的那个面板 这个叫OLED 好 他验证过了 可以生产了 这个技术本来是三星的 他怎么办 我不会对不对 挖 高薪挖 五倍的薪水挖过来 然后政府补贴 然后再过来 跟你拼价格 三星被拼输了 他已经输给京东方了 然后再过来 KIA这些汽车 在中国怎么样 这几年开始衰退 为什么 为了萨德飞弹 为了这些东西 大陆 中国大陆对KIA汽车有意见 你的经济 三星的面板 被东西方打败了 汽车也卖得不好 再过来 你如果被孤立起来 他的世仇是 他的竞争队友是日本 而且我们刚刚 始终谈到 三月三号的那个影片 你说非常有杀鸡 警猴的味道 因为他公布了几个 过去当间谍 现在被抓到的例子 所以他们很惨 本来他们是台湾的科技精英 本来在台湾里的高薪 结果现在没有人要他 现在有牢狱之灾 而且他们现在 只能集资卖面 卖便当 卖便当 因为为什么这个 这里面会有当事人 愿意出来宣誓说 都是被告 因为认罪 他用认罪换怎么样 罚钱 缓刑 然后 还就不用坐牢 还有 他不能回到原来科技界 有几年的禁业条款 中间还要求一件事情 你要拍公益宣传 拍给谁看 拍给理工男看 就是你不要重蹈这个覆辙 然后挖这些人的人 全部很清楚来这几个地方 武汉 合肥 还有什么 深圳 都是中国在发展 奔导体的地方 大吼会生 另外就是 在跟中国对抗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 澳洲 澳洲 我们之前讲 他30%的出口 是进到了中国 甚至比如说他的龙虾 他的红酒 进到中国的比例 都在80%以上 结果中国 我先把你堵掉 我不要你的红酒 我不要你的龙虾 我不要你的农产品 本来以为说澳洲会非常惨 可是澳洲的GDP 居然是成长最快的 澳洲的失业率 居然是降到最低的水准 怎么会这个样子 是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澳洲现在公布 他不仅上调了去年 第三季的GDP 来到了3.4% 他甚至第四季 比台湾还高 对 他甚至他的第四季的GDP 还比第三季更高 也就是连续两个季度 都GDP都超越3% 这甚至是澳洲1959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GDP 这个反弹的幅度 所以他们现在就在讨论说 少了中国的订单 好像对澳洲一点影响也没有 那到底怎么办到的 其实他们这篇文章 就有里面细谈 澳洲主要是靠两招 哪两招呢 一个就是出口转内销 第二个就是拓展 更多的一个外销国家园 那其中他们用举个例子 就以红酒这个为例来讲 我们知道澳洲 其实一年出口到中国的红酒 大概整个市值 大概有10亿美金 那其中有一个酒厂的品牌 有161年的历史 叫塔克比克这个品牌 他本来去年一年 就前年一年出口到中国的比例 高达25% 那本来你没有去过的时候 应该是会受创很深 就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在去年 澳洲本地增加的一个产量 增加了六成 而出口到欧洲的比例 又增加了22% 所以刚提到的出口转内销 这件事情 其实是会奏效的 那为什么出口转内销 这个会奏效呢 因为全世界都封锁当中 所以你也不能出国去玩 所以澳洲人就干脆 本来一年出国 可能要花起来 大概也大概 100亿美金那个金额 就把这个钱 全部都留在澳洲吃 留在澳洲喝 留在澳洲揣 所以红酒就自己人吃掉了 就自己喝掉 而且他们就说 不仅自己人喝掉 还买特别好的红酒来喝 所以导致这个 161年的历史的 这个红酒上 并没有因为 中国的市场萎缩 而有相关的影响性 那我们知道 澳洲还有一个 一样东西被制裁的 非常凶 其实就是煤炭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 所有70几艘的中国煤炭 相当于 100万公吨的煤 1000万公吨的煤炭 都被卡在那个港口这边 海外 完全没有办法进去 但你知道吗 从2月10号到现在 竟然已经有偷偷 大概有八到十艘的 这个煤炭 全部都已经放准通 进去了 都已经进去了 所以中国放软了 大家都说 中国其实嘴巴很硬 在身体很沉湿 就放软了 那到底为什么放软呢 因为他们就说 现在中国的原物价 全面飙涨 逐中很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电费太贵 那为什么电费太贵 因为缺煤 所以现在 咬到他们现在的中国 自己偷偷放行 所以中国去挡澳洲 你不但没有占到便宜 还满身是伤 满身是伤 然后现在就非常好笑 其中有一艘船呢 就停了269天 现在终于就已经放行了 那停了269天 中间因为实在等太久 他们还开到韩国 其他国家 让这些船员下去走一走 最后才回来 那你知道 现在包括 那个终于下船之后 他们就说 现在全部 夸不让加起来 大概还有四十几艘船 等在这边 那人家就问他们说 问中国的海关 你现在是不是全面松绑 澳洲这个煤炭 可以登陆的这个政策 他们嘴巴还是很硬 说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相关的一个政策下来 但事实上 他们认为说 后续大概几个月 这些四十几艘 徘徊在这边船 很有可能 还是会被放弃 那其中很有意思 澳洲的这个情况 这个煤炭情况 有一个大国出面来承接了 哪一个大国 印度 印度呢 下面有一个大亨 他说什么呢 我们竟然有三十九个印度船员 已经到现在有两百多天 都没有看到他们家人 没有下船 这是人道的危机 他说 我跟你讲 再这样下去 我这个负伤 我愿意出拳 把这些全部都在 都买了 买了 为什么 就是希望这个印度的 这个 那个所谓的船上的 印度的船员 可以赶快回家 那其实这是玩笑话 但真实一件事情是 因为现在印度 正在积极崛起当中 所以他们内部有评估 其实只要在十年 印度对于这个煤炭的需求量 至少会超过澳洲产量的一半 所以 他就取代中国了 对 所以印度其实非常有机会 取代中国 变成是煤炭第一大国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对澳洲来讲 他没在怕 那事实上 那个煤炭这个部分 其实占了整个 澳洲出口到中国 大概有100亿美元的 这个煤炭 但事实上你发现 即使是现在面临这个状况 好像对他们整个GDP 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那除了这个煤炭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就澳洲的这个大 这个大麦跟小麦 就是所谓的他们的大宗运输的 这个相关的大宗的商品 中国也抵制也不买 他们也不买 结果后来发现说 奇怪 没关系 你不买 他们克增80%的关锤 孤云要卡 对不对 但没想到那个澳洲的这个 大麦跟小麦的出口 竟然反而大增64% 为什么 远迈到了中东去 迈到沙烏地阿火 还是有人要 最远迈到哪里 迈到墨西哥 那墨西哥为什么要大买 那个澳洲的大麦跟小麦呢 因为他们来做 corona的啤酒 原来那个墨西哥 竟然是全世界 第四大的啤酒生产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澳洲要出口太好了 那我墨西哥就来大买 所以就代表着最主要 他们进口的 本来出口 中国最主要的产品 红酒 煤炭跟大麦小麦 没有一样对于中国是产生伤害 没有对澳洲产生伤害 就没有想到中国自己本身 反而深受其害 包括什么 铜涨了51% 铁涨了38% 银涨了31% PVC涨了38% 就连塑胶都涨153% 那你想说奇怪 他那个澳洲又不运 那个塑胶去 PVC去 那你为什么中国涨价 刚我提到 就是因为电的关系 所有这些东西 你只要一缺电 绝物料全部都会跟着上涨 所以现在呢 反而是中国自己的在南外交 让自己中国很多的一些厂商 现在全部都命令倒闭场 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军机 在我们的西南海域 来来回回不断经营的骚扰 不断地来干扰台湾的一个领空 但他突然嘎然而止 他突然不见行踪 那他表示善意吗 还是他真的受到了美国的压力 就没有想到 路透社针对中国的空军 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 详细的了解 搞了半天 他不来 最关键的原因是 他不能一直地来 因为他的引擎寿命 大概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他的维修的时间 大概也要比美国多三倍以上 更可怕的是 他的整个起降 也就是美国北极初级 回来再降落 降落初级再来 他最高可以来回三次 但你知道 中国这些 一级视为准战区的 来来回回最多一次 也代表 整个中国空军的能量 是非常的薄弱 如果他要维持这样的一个 高强度高密度的 不再来骚扰 过了一段时间 你可能看到 受到最大打击的 反而会是中国的空军 也就是 当中国的空军 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他的引擎热断的叶片 他永远做不好 而这个叶片 永远做不好的状况下 他的寿命 他的效能 他的维修 都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好 在这一段里面 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名长林廷辉 也加入我们讨论 廷辉你好 大家好 好 我看到了路透社的报道 把我笑死了 搞了半天 他们每天在那边 新来碰碰碰来来的回回 想说很厉害 什么戈然而止 戈然而止的关键居然是 引擎寿命太短 远距的供给能力太差 出击率太低 还有他没有办法 维持大规模的出勤 好 共军不断的来 我们西南航空 这样不断的扰台 同时我们是外航的 我们就看热闹 内航的看门道 从你怎么发这个飞机出来 然后你的飞机数量多少 国外媒体已经有非常完整的 军方都有完成的解读 后来路透社就做了这个报道 The sky i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就是南海的上空 南海上空 中国在做什么呢 那得出了几个结论 他说中国大陆的空军 或比 或许比你想象中的 更加弱一点点 很弱 他们有几个致命的毛病 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引擎寿命非常短 他说中国战地的寿命 平均只有美军 算寿命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你可能使用的期限会非常非常短 当然 4G外的攻击能力非常差 50公里以外的攻击能力 几乎是零 所以你远跡攻击 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 美国可以打到200公里 300公里外 对 再来出息率低 也就是同一台飞机 美国一天可以出息 1.5次 但是中国大陆很难 每一天出息 两到三次以上的 高强度的飞行 所以中国飞行员 没有办法做这样 另外一个 他们根本后勤补给 非常的差 所以没办法维持 所谓大规模的出动 每次出动回来都要 后勤补给到飞 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没办法这样 高强度 高持续的这样 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演练 而且我们看到路透社 特别把这个图给弄出来 这个是台湾 他们就也注意到 这个中国的军机 在台湾的西南海域 甚至绕到台湾的东边 要对台湾造成威胁 可是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 你要骚扰 你要透过你的军机骚扰 可是它的军机 居然是它严重的短板 没错 事实上你看 这路透社做出来了 就是最近的 这个中国的空军 在我们这边西南航空 这样绕一绕去 他每次说 就是沿着这个插边球 我们西南的识别航空 这样插来插去 他就没有正式的 进入过台湾的领空 或是从来没有 进过台湾的领土 虽然说 他就是这样 进行一个骚扰的动作 那为什么进行 这样骚扰的动作 其实他也很怕 真的万一开火了 会怎么样 他们也怕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 显然有几个短板 什么短板 你看 路透社还整理出来 他每一天 你看从9月1号 每一天的这个状况 太仔细了吧 他把它整理出来 你看这个9月5号的时候 有四架轰炸机在内的19架飞机 进入台湾的识别防空区 然后这是连续五天 像识别防空区 这个发送所谓的一架的 这个Y8的这个运8的这个机 另外一个你看 歼16在9月23号 他每一天都进入非常近 然后到这个时候 从他约莫10月1号开始 你看中国10月1号到10月5号 中国空军一共出动 150架飞机 进入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后来 诶 之后就没了 就没了 对啊 10月1号到10月5号之后 有四天没有飞进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他们的国庆过完就没了 对啊 然后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看那时间跟你讲 几乎都没 你看又没有来 所以他们后来得出个经验是什么 你看中国大陆好像很少 你看大规模的19架之后 就很少了19架 然后又有这个19架再一次 已经隔了多少 9月5号到9月23号 隔了十几天才有这样 然后又隔了几天之后 诶 这时候才有大规模 但大规模来了之后呢 他又没办法来了 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 中国你在整个后勤补给能力不足之后 你要这样大规模的出动 其实对你中国空军本身形成一个重大的负担 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掌握制空权 掌握制空权 你不是一波就可以处理的 是 你要一波一波再一波 可是没有想到 中国进行完一波攻击之后 对 他就后继无力了 没错他们到了10月1号到10月 那个高潮之后 好像就完全都没有了 那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美国就开始 你看他们就这样一直 这样子高潮之后 然后就没了 那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大问题 现在美国就一个一个开始给你揭秘 揭秘是什么呢 就说因为你的这个发动机 你根本不如美国的状况 甚至你的飞机的寿命 都是不如美国 你看 你的心脏就完蛋了 对没错 这是美国的F-22 还有美国一直 中国一直跟他拿来比的 这个歼20 好那美国用的是F-119的这个发动机 那他美国整个研发费用是280亿 虽然他采购出了180机 所以每一架约模是3.39亿 但是3.39亿的时候 这个F-22目前根据他们官方的数据 可以用大概约模是8000个小时 然后极端下面可以服役大概15000个小时 所以每次出行的费用大概是50万人民币左右 那事实上你看 以这个中国的歼20来说的话 你以为歼20很便宜 没有 歼20一共花了300多亿人民币 就300多亿人民币 因为他的数量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一台的话 造价也大概2亿美金 跟你的2.3.39 其实也没有差太多 所以一个F-22是3.39亿美金 而歼20也要2亿美金 没错 那另外一个他飞行一个小时的时候 因为他有很多涂料什么 有了没有了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不是在讲过吗 他整个降落的时候 还需要有这个降落伞在后面 所以他整个收起来的这个状况 或是整个后勤补给的消耗量 其实是更大 那每花一个小时 每飞一个小时 也要50万人民币 跟F-22一样 所以你的军费没有美国那么多 你跟他玩一样 尤其他们一直不断的来骚扰 他们军费也会形成 大规模的负担 另外为什么他们的寿命 他们寿命就只有2000个小时 为什么寿命只有2000个小时 主要就在发动机的差异 这个F-119的发动机 可以用8000个小时 但是这个太行发动机 有时候中国自己研发了 他的寿命就只有2000个小时而已 也差太多了吧 那为什么他这样做 这个不是我们讲的 8000跟2000 这其实是俄罗斯媒体说的 他就是说什么 太行发动机存在重大的隐患 随时可能在空中爆炸 歼20有可能空中爆炸 因为事实上这个 中国大陆一直想说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所有的发动机 都是从俄罗斯拿过来的 我们也想自制啊 你看他们最早 从俄罗斯拿过来是这一款 AL31F的这个发动机 这是用在苏27 那中国大陆就把这个发动机 拿来加以改良改造 他们想说做出他们自己的发动机 果然在前几年的时候 他们做出了这个代号叫 W10A的这个太行发动机 那这个发动机来说的话 就是从俄罗斯的改良而来 他前前后后保险你知道 他前前后后一共砸了多少 1500亿人民币 已经砸了那么多钱开始研发 但是到目前为止研发的话 出了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你看 我装上去之后 理论上他们都有个理论值 比如说我的这个发动机用多久之后要维修 他们原本说是150个小时 结果 结果没想到他们40个小时就要维修了 也就是说 那不是动一动就要维修了 对 他的维修 所以为什么他没办法做长时间 或是持续的这个 持续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来台湾骚扰 因为他40个小时 你只要飞40个小时 就马上要维修 所以他的带料的时间要非常长 他所谓的维修不是小规模 不是说回去修一下 是要比较大规模的维修周期 他居然要这么久的这个时间 好那再来为什么俄罗斯会说 你这个里面会出现所谓爆炸问题 他说的问题是出现在你的叶片 叶片因为你知道 这里面发动机里面有个非常重要 就是叶片 叶片在转动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这个叶片是很简单 是如果这个发动机是一个 一个皇冠的话 叶片就是那个钻石 你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好 你就可以做得非常好 但是偏偏这个叶片 不好意思 俄罗斯没有教你这个叶片 你可以学习所有东西 但是你叶片做不出来的时候 你的发动机的寿命就是没办法那么长 也就是一个引擎 它有冷段 它有热段 而在热段的时候 它的温度在3000度以上 你的叶片如果不好 马上会出问题 我们也会造金国号在街上 我们也会做IDF 你会做不出来 我们也是叶片做不出来 没错 为什么那个叶片难呢 第一个那个叶片要叫做 单晶结构的这个叶片 单晶结构的叶片 主要是它要能够 平常的时候它是有这个韧度的 但是如果你要转动的时候 它变得非常的坚韧 而且它能够忍受高温跟低温 所以它们整个叶片品质不好的时候 它们会导致它整个发动机 它的寿命就是比它短 甚至有可能会随时解体 因为温度你根本没有达到人家的那个标准 你如果使用过大的时候 你是真的有可能会在空中 出现非常巨大的这个意外事件 所以俄罗斯的分析就说了 中国的空军有非常严重的短板 所以它的起降的次数 就比一般的飞机要少一半以上 对 我觉得俄罗斯说了非常的惨忍 他就说了 太航发动机跟俄罗斯的发动机 距离就像月亮一样的遥远 他居然这样说 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 就是插在这个叶片 你是在学我的发动机 但我们的距离是地球到月亮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这个差距真的非常大 好 那这个差距到多大 你看这个俄罗斯的相关的 你看我们一个月俄罗斯的轰炸机 取得重大成果 一共出动了1631个架式 它架式非常非常多 另外一个美军就是说 你看我们美军完成了这个 每架战机 每日都能够初级大概1.5次 然后32架架式 每天可以完成48次的这个起飞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持续的维持 我战机没那么多的时候 我可以持续维持高强度 可是你看换过来 如果是中国的话 中国呢 我们就讲40个小时 你就要修一次 你40小时你要修多久的时间 他说平均出动一个架次 一天就一个架次 一天只能一架次 所以你看 所以每一架飞机只能飞上去 再回来就不能再动了 对 就不能用了 你看美国是1.5次 然后你是一次 那你的飞机数量 你要人家的1.5倍 才能跟他一样的 而且美国有需要 可以到2到3次喔 所以你知道说 其实就目前整个 战机的品质来说的话 你跟俄罗斯 或是你跟美国 根本就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之上 也难怪 中国空军在2015年 跟泰国空军 举行了应急2015 结果在模拟空袋的时候 欸泰国欸 0比4惨败 那一次也是当中国到 非常的痛苦 为什么 事实上中国那一次是派了苏27 还有这个歼十一 歼十一歼十一 歼十一是当他们自己产的 他当时也是加装了 他们自己的这个 所谓发动机 就去的时候跟法国这样 法国是买什么 瑞典的这个 算是这个失修的这个战机 就没想到 欸 这个实战的操演里面来说 是0比4啊 泰国是大胜 那为什么泰国大胜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你远距的攻 远距的攻击力太差 超过50公里以外的 四距外的攻击力 中国是0 然后泰国空军有24% 30到50公里的时候 中国是14 然后泰国是64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 因为主要是什么 我不知道事实上以瑞典来说 他们那种所谓电站能力 这几年在 包括北约啦 或是说整个美国的帮助 是要有大幅的这个成长 但是呢俄罗斯呢 他事实上他引擎能力非常好 对 他的空气力学都非常好 但是唯独他的电站技术就是不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目前的电站呢 很多我们就讲过 晶片 对他还要来跟我们 连电挖90奈米的相关的人产 人家美国都已经用到 十几奈米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们显然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差异 这是中国到没办法迎头赶上 所以告诉你说 中国虽然模仿了俄罗斯 非常多的东西 想从那边学过来 但是在整个实战上面 远距离攻击上面 可能都有非常大的差异性 所以他的发动机根本就跟第一梯队 不是跟俄罗斯差很远 对 是跟全世界都差很远 没错 我就讲嘛 事实上这整个这个 这个所谓生产线里面来说 他需要很多很有技术的这个工人 因为你知道 他的这个很精密嘛 所以你知道 一台发动机要四到五百片的这个叶片 四百到五百 四百到五百片的时候 你要每一片都要做到非常标准 我刚才就讲了 你要做到铸造 然后定向的这样子的一个单晶片 是很难 你要做一片都很难 你要四到五百片 而且四到五百片的时候 你的公差 是不能够有丝毫的公差 你只要有一片做了不对的时候 往往就会完全爆销 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说 是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他们太行的 系列的这个发动机 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办法解决 他发动机 动力不足的这个情形 所以他们过去出了一个 非常糗的事情 你不要说 你的引擎做不出来 你不要说 你热断的这个叶片 你锻造不出来 我光是维修 把它拆下来 再装回去 竟然装坏掉 没错 你看他们之前 因为有个发动机的这个支点的轴承 可能出问题的时候 他们决定把它 重新来一下组合 结果被它拆掉之后 再回来之后 就已经没办法回来 我就跟你讲 这个整个发动机的精密度 是远超误大家的想象 难度也是远超大家的想象 这是中国大陆 目前为止 没办法克服的一个高山 好 正好 刚才讲的是 现在我们的 汉光37号的兵推 像您讲的 我们竟然大胜 为什么可以大胜 因为我们可以保存战力 我当然想 为什么我们在保存第一级的战力以后 我们可以快速的反攻 搞了半天 中国的战机只能起来一次 来回去它就回不 都起不来了 所以 就趁 它起来再回去那个空档 打回去 而且甚至我们还可以把 中国的沿岸的所谓的空军基地 全部都炸毁啊 这东西才是汉光兵推 可以赢的关键 几个因素 我要先讲 汉光兵推一般来说 都是兵推三年到五年后 未来的兵力 可是这次特别强调 是兵推2021年 现有部队跟装备 现有兵力 这不同概念的 正常来说 我们要先兵推三年后 我们会获得什么武器 未来我们武器一到 要怎么部署 这才可以直接去部署 可是这次很特别 是现有武器跟装备 结果你看 当中国一开始他们想定 万箭齐发 跟万炮齐发 打台湾 这是完全正确的想定 可是他说我们做第一级承受 要战地保存 战地保存到哪里 加上空军基地 大家都熟 绿岛蓝域有基地 大家也不意外 可是它里面是有个 国外某空军基地 那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令人疑惑 里面有国外某空军基地 对 这是公布的讯息 国外某空军基地的话 那唯一可以想象 第一个宇纳国岛 宇纳国岛的机场 我查过2000公尺 它距离台湾就100多公里而已 对不对 2000公尺什么概念 我们的F16最短起飞距就是400米 所以宇纳国岛的机场是完全符合的 另外一个加首纳空军基地 离台湾725公里 距离我们F16V的战斗半径是800公里 也符合喔 所以呢 在台湾来说 我们原来战力保存 如果降落到日本 国外某空军基地 最有可能是日本嘛 如果降落到日本的话 中国会面临到两难喔 打不打 打下去构成日本智慧队参战的元素嘛 那如果不打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凉凉 战力保存嘛 所以呢 这东西呢 我们战力保存完后 很有趣的事情是 宇纳国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讯息 美国智库公布的解放军 沿岸三个空军基地 隆田 惠安 还有张州空军基地 这三张图 他们都在做所谓的修建 擴建 对擴建 而且这三个空军基地 都是对台空军基地喔 打台湾 就是飞机就从这边起飞 你说三个打台湾的空军基地 现在都在大擴建 不只擴建 他们做什么 加固式机堡 意思是什么东西 怕被炸 对怕被炸嘛 你不是打台湾的吗 你做什么加固式机堡 你知道吗 他们原本的停机棚 我看过就是简易 露天停机棚 他是没有防炸工的 因为他们觉得台湾 不可能反攻大陆 没这件事 可是呢 美国智库公布的这个讯息 明确表示 我们台湾的飞弹 是可以打到中国的嘛 结果呢 在这次汉官兵战里面 竟然出现了三个过去 根本不敢讲的飞弹 第一个熊二一的巡弋飞弹 一千两百公里 第二个叫做云峰飞弹 两千公里 我原本看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觉得已经很夸张 两千公里 他竟然还有一个叫做 战术性暗制火力压制飞弹 连名字都没有 三千公里 三千公里 等于是中国所有的 国土的每一个角落 我都打得到 几个因素 第一个我们暂地保存做得好 第二个我们有源头打击能力 可是中国当这三个机场被打掉之后 他们说只能从二线的机场起飞啊 你从二线机场起飞 他们会面临到一个很问题 远 对 你油跟飞弹你要带哪个 你只能二选一啊 你带了油过来没飞哪个 没有用嘛 但你带了飞弹 又飞不过来了 就飞不过来 他只能二选一 这是中国面临到最大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的发动机的推力一直有问题 所以他的发动机推力有问题 不只受命 推力有问题的时候 你油跟蛋二选一 你如果油够 你蛋不够 打打没两下又要回去 那就会发生刚刚的问题 还有个最重要的因素 美国已经在整个第一岛链做好前援部署 把F22全部丢在第一岛链 要前援部署 所以这样讲 日本研国基地已经部署12架F22 关岛布22架所谓的F22 为什么 他就是要去跟所谓歼20纏斗之用嘛 所以如果今天打过来 我们假设第一级都承受不了 我们投降我们大家就认了 可是如果承受得住的话 那就变成日本 台湾还有美国的三角联合战术 对于中国来说绝对不讨好嘛 所以这一次 所以你说我们这样能够承受第一级的飞弹的攻击 撑过了 就有机会了 撑过就有机会 而且重点来说 如果他敢告诉大家说 国外某空军基地是我们的战略碉堡的话 那表示他是什么 现有部队跟装备 表示已经谈好 我们可以在国外空军基地降落 这不是未来外交要谈的事情嘛 所以对于我们的国军 我觉得坦白讲 大家可以再有信心一点 好 铁卫 刚刚讲到的 现在美国对付中国前议员基地 已经都配属好了吗 在这个汉空基地 我刚才听到最可怕的是 哎 竟然我们要保存在里 还可以飞到其他的国家去 对 当然我们周边国家 包含菲律宾还有日本 都是我们所谓的实施第二级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备远的 一个战地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问题是说 这一个路透社的报道当中 又凸显出好几个讯息出来 怎样的讯息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军方研判说 这一次来骚扰西南空域的这些战机 大部分都是从他的南部战区 跟东部战区的一个军用基地 来出发的 但是问题是说 他说那么多的架次来的话 反倒是给台湾的空军 以及台湾的军队 一个好的演习的机会 什么叫好的演习机会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来讲 改变方式 不是升起空军跟他扮飞 我们现在就是用雷达跟飞弹 来瞄准他们 如果他有造次的情况出现的话 我们当然就会警告他 然后要他驱离 不走的话 我们如果进入到我们领空 当然用飞弹来对付他 但是重点是什么 我们除了雷达训练之外 还有另外就是所谓的 电针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的飞行员之间 你看这次从10月初出动150几架次 这时候他们之间彼此之间的通讯 我们都可以接收的 然后他们接收完之后 里面通话的内容 我们也可以了解 比如说一件事情 这些飞行员出来之后 到了我们的蓝羽绿岛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飞了太远之后 他们会不会紧张 讲话会不会有颤抖 或者是说他们跟他其他的飞行员之间的对话 是不是有什么蹊跷 这个我们其实我们的国军都可以掌握得住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所 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现在透露出来消息 中国的战场秩序 气率是非常差的 照理讲我们只要上了战场 我们只能用密号 密语 只能用密码 你不可以用这种名语来讲话 我们觉得最惊讶的是 中国在警告台湾 或者中国在自己沟通的时候 他们都是讲大白话 对我们知道 共军在跟我们的空军在对话的时候 都被火腿族接收了 那因为他是用公共的频道 但是如果他是用密的频道来讲的话 我们国军也有能力去破解他 现在问题是说 他不断的那么多的架次来看的话 第一个知道他的行进轨迹 以他的操作方式 然后他飞行的状态 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驾驶员 飞行员 他的本身的身体状态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其实在中印边界的时候 也常常发生的 也就是说 哪些飞行员 他所操的相应口音 到底讲的是什么话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飞出来的四川化 你飞出来的是湖南化 或者是闽南化 广东化 其实台湾有一个优势 就可以跟美国来合作 来相关的解密 但体会 路透这种的是对的吗 中国的军机真的有这么烙塞吗 他们的引擎寿命 只有美军的四分之一 他们的维修的频率 竟然只有40个小时 那你还打什么仗 对 重点就是在所谓的引擎的时速 还有这个所谓打击力 因为我们知道说 任何一家战机回去补给以后 马上又要再起飞 马上又要去攻击 这样我们要在这个跑道上 就等于说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我们要来起降 就代表我们是要有两次 你要有两次出击的能力 才需要在高速公路上面 一停下来马上加油换弹 那代表中国上去回来 就出不去了 对 他回来出不去 他必须要派其他地方的战机 再出来支援 所以显现出他的一个能力的战机 的一个制造的薄弱的地方 另外美军演习给中国看嘛 你看到不管是卡尔文森号 雷根号航空母舰 甚至过广的罗斯福号 他都在演习一件事情 这个一分钟就起降一下 一分钟起降一下 又回来又出去 这个代表说 告诉你中国说 我们的打击力是足够的 而你中国战机的打击力 永远都是存在了一两次而已 那你一两次的话 如果战机报废的话怎么办呢 他必须要从其他地方支援 所以为什么说 中国虽然量大没有错 但是我们一直在怀疑这件事情 中国的值到底是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要盯上 中国空军的一个最主要的地方 喂 但今天有一个 下一条新闻 F16一下来以后 不知道为什么 如临大地有个大阵仗 赶快过去 把它给包围一下 包围一下 刚不开的画面 他说这一台的F16战机 上面竟然有个弹口 我真的是吓到了 你吓到了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状况 空军已经立刻封锁消息了 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 飞行员的这个所谓的 就是飞行迷们 他们用大炮的这个相机去拍的 那是弹孔吧 来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在这个飞行员 飞行员在这里 飞行员前方的这个地方 我把它放大一点 有没有看到 这么清楚可以看到出来 这里有个弹孔 在这里有没有 前面这个是不是也是弹孔 前面这个不是 不是 前面更前面 你说前面这个对不对 对 因为我跟大家讲 蒙皮上面出现了数个弹孔 我都分不清是语还是累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今天跑出去做训练 你居然回来的时候 身上出现了弹孔 而且可能还是自己的 自己的机枪炮所打出来的 那是机枪炮打的吗 这怎么可能呢 我跟你讲 现在目前空军 他根本没有给你来完整的说明 但是记者打去问了嘛 他总要有一个说法说 没有啦 应该是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呢 这个打出来的这个子弹的弹壳 因为高速的摩擦 所以把蒙皮给擦破了 观众朋友再看一下 真不像蒙皮擦破 不是摩擦的啦 你看这像是蒙皮被擦破吗 因为他不是只有外面掉漆 他看起来是有个洞 他应该是有个洞在这边 那当然我们这个东西 是属于军事的机民 但是我很好奇 你后面那 前面那个是不是也是洞 你说前面这个是不是 对啊 前面那里啊 前头那里啊 你说这个对不对 对啊 这个基本上是应该是飞机上面的一个 可能是一个 那是灯是不是 插销或是什么 对 但这个可能 其实不是肯定 一个弹孔就对了 那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在这个角度 看到这样子飞机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他还有其他地方 因为据说不是只有这个 飞机上还有其他的 那到底是什么状况呢 你自己的辽机 误射到自己的 的战机吗 F16 这在花莲 目前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讯息 但这个照片真的把我惊呆了 怎么回事 还好没有出大事 好 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 路透社把中国空军的战力 你多久可以出击一次 你的整个引擎的寿命 维修的能力 远距攻击的这个能力 摸得一气二楚 可是你觉得 这是路透社可以做得出来吗 还是 是美国军方要透过他放消息 不过我觉得还好 因为这些情报 大部分都是半公开的 比如说他准备清台的几个 主要的空军基地 大概有三个基地 福建还有浙江 还有江西 大概几个 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这双方的这个 这些属于公共工情 但是他把它整理得 比较清楚一点 让老共变得很没面子 因为他上次最大规模一次的 就是149个架次上来飞 那就等于是把一个中队的 一个连队的飞机 全部飞光了 100多架 你看看 所以飞完就没了 就是一个基地的飞机 全部一次飞光 当然那不是一次 上一次的100多架 不是在一个机场 一个基地起飞 它是分成三个基地 轮番起飞 因为他讲说 从10月1号到5号 也就是中国的 这个国庆的时候 它的出动 150架 对 那这150架 不是从一个机场 但以总数来看的话 150架 是不是等于说 等于是一个 等于我们台湾来算的话 等于是一个中队 是一个连队的吧 对 这个大规模 就是那么大规模 100多架 开玩笑 我们买的F16 买多少架 也只不过100多架 对不对 全部飞出来了 飞一趟回去就很困 所以第二天就 就消息了 第二天就少了 对不对 那问题是说 它的实际上 我们这样讲 就是它的引擎的 整个自制引擎的 我用数字来看 大概三千小时 三千小时 就是没有办法超过三千小时 就挂掉了 对 可是它可以量产 对不对 这是它的主力基总线 就是所谓的这个 揭十六嘛 揭十六嘛 它原来是苏三十的 一直要太换掉 苏三十应该要退休的嘛 一直不退到现在 一直不退啊 因为是早期的飞机 应该要退了 表示什么意思 你知道 揭不上来 揭不上来 虽然空军 其实是全面性的短板 不是一个小的短板 他打台湾的话 他不是只有靠空军嘛 他毛泽东还在想 施朗那一套嘛 施朗 就是清朝打台湾那一套东西 还要等海风来的时候 是不是吹西南风的时候 东风吹的时候要打台湾 所以打台湾 讲难听点 它在整个太平洋基地 太平洋的优势里面 主要是靠什么 飞弹嘛 它主要是靠飞弹嘛 它的飞弹 确实是有封锁 那个地区的A2AD的能力嘛 但这个能力 已经逐渐也在被美军在破解中嘛 所以我讲的意思是说 他在对台作战的部分的实力 其实是要被检验的啦 尤其前两天 我们要回头看一件事情 怎么样 就那天普丁讲那句话 那很有生意啊 他就跟你讲说 你这个不要用武力 他讲好听的说 你不需要用军事手段 来统一台湾 那反过来看就是说 你不可能用军事手段 来统一台湾嘛 而且他反对嘛 他就个人意见反对嘛 那反对的问题 这两天你看到 所以你的看法是普丁反对 当然是普丁反对 而且普丁看衰 后来我再仔细再想一下 这好几件事情整合在一起看 你看今天路透社 这个出来就是很给他洗脸嘛 那你知道这前两天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这边节目讲过嘛 普丁的他们海军有十艘舰队 军在这个 清津海峡 在清津海峡 渡过清津海峡 做一次示威的这个 示威的这个 示威的一个 示威的一个 那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中俄两个是可以一起演习 一起去下日本 下日本 为什么都吓日本人 我问你他在搞台湾 他吓日本人干嘛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北方四岛跟库越岛 因为他知道普丁知道 如果你小时如果打台湾的话 那受伤最严重的国家 不是美国 是日本人嘛 日本人孰可忍孰不可忍 日本人可能就在北方四岛发生攻击 日本人是敢打的 日本人不是不敢打 而且 会把你俄罗斯的部队拖下来 你知道吗 对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对 以前日本有孔龙所 以前他有和平宪法 以前他不能主动攻击 所以他就受尽你俄罗斯的委屈 他现在孔龙所拿掉 搞不好把你北方四岛抢回来 他当然就是借这个机会打你 他怎么不会 所以你要知道说 这个就是联动关系 所以他做一个中俄演习 他口头上跟你讲说 台湾不会发生这个事 其实他担心的就是说 如果一旦发生台海战军事的话 不是只有到台海这个面积 而是变成日中俄三方 也会被 他中日一定发生战斗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我们备原基地在哪里 在日本 就是在日本嘛 那他会不会打 会 他一定要打你啊 接收我台湾的飞机 你这样收纳台湾的飞机 提供后勤资源 就视同敌军嘛 对 他就开始会打你的嘛 所以日本人怎么会那么笨 日本人不可能说收你的飞机 然后等你来打 不会 他一定会主动出出手 所以普丁最害怕的是害怕这个东西 因为害怕你一搞搞到俄国 搞到我家门口来了 搞到北方四岛他一定会借机会收负啊 日俄是有世仇耶 世仇 中日有世仇啊 你认为日本人不会动手吗 当然会动手 这就干你了嘛 我要是日本人我就动手了 所以普丁要出来讲话 所以中俄要出来演习 要出来跟你把做一个海军的一个巡 一个巡逸的动作 通过这个那么很嚣张很挑衅的 通过清津海峡 清津海峡那个只有三海里 他是十二海里的海域 对不对 结果日本为了要让美国的核子潜艇经过 特别把它缩小 它的海域变成三海里 它最小的地方就十八公里 你知道吗 它缩小 结果他就利用这个变成国际水域 切开北海道跟本州 对他就给你搞一下 搞一下看起来是挺老共 其实他在约束这个东西 他担心你这边会发生战事 所以普丁在讲的话 跟所有做的动作都在冷却 但是又要参与 所以你就知道 那现在路透社在搞这个东西 出来就告诉你说 你不够力嘛 你不要搞了 所以大家都演一演就算了 不要再玩下去了 好 贵生 刚刚讲到的 现在中美之间不是只有军事战争 像这个法律战争 就是他已经清楚了 红色供应链 蓝色供应链 我跟你供应链我要切割 我现在逼着很多人要离开你中国 等一下 现在是东将牺牲 现在不但是要东将牺牲 而且我的法律追溯还要继续使用 对 而且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美中之间的科技大战 或是间谍大战的战场 竟然在台湾 竟然在我们台湾的法院里面 现在呢 原本大家会认为说就是 美光追溯中国进华 跟联电联手起来 侵害美光的一个制裁权 这个部分的诉讼 随着去年的时候 联电认罪 就说我这个部分呢 我会全力协助办案的情况之下 然后跟美国司法部 这边认罪的情况之下 大家会觉得好像画下了句点 好像联电已经转为所谓的 污田证人要揪出背后 真正的一个主谋 那因为美国司法部是认为 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把联电 视为是主要对象 然后呢 包括连美光 事实上在台湾这边 对他起诉的一个控告的案例 没有一个是民事案例 控告他刑事的部分 然后呢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也没有要求联电这边 不可以继续贩售 这个相关的侵权的一个产品 所以后来人家在讨论说 原来其实美国跟美光 真正幕后的一个目标 其实是在进华这个部分 然后呢 是中国的进华 是中国的进华 然后呢 因为整起事件呢 随着联电认罪之后呢 大家会觉得说 那这个进华逃不掉了 因为美国真正目的 就是要联电出来 然后把所有相关可能 协助办案证据交出来 来指控进华 就没有想到 在台湾10月份 这一次的这个开庭里面 竟然翻盘了 怎么翻盘 而且翻盘的是也很奇妙 原本一审当中 否认有涉及到这个案件的 这个被告一个王姓工程师 他突然认罪了 原来现在检察官发现 他的Line群组 他的Line群组 一个Line给他朋友说 我要到大陆赚比较快 去捞一票退役 打完这一仗要退了 然后再来他还Line给他太太说 上司要我们到中国开户 每年会额外多给一笔钱 所以人家就会认为说 从头到尾 你现在已经被人家发现 你当时从美光离开的时候 你身上带了900多个相关的 一个相关的 在美光那时候的研究的资料 结果你到联电没有多久 你又因为联电的关需 是支援进华这个合作案 那联电跟进华 当时是一个合作 1700亿元 也就是联电这边 要去研发 开发那个32奈米的技术 其实这个技术 跟美光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呢要生产 再授权给这个进华 这边去销售 那整起事件到现在 目前为止 随着当时的被告 现在二审突然认罪 但是联电却在二审这个部分 又翻供 认为我这个部分 其实跟美国认罪没有相关 所以你就知道 美国跟中国以及台湾三角之间的关系 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 其实被大家关注